崔永元一定要扳倒范冰冰!袁立一语道破,难怪范冰冰遭殃。 最近崔永元跟袁立可以说是在网上撕得如火如荼。 崔永元忙着揭开娱乐圈的丑陋现状,袁立站队崔永元忙着替她说话,忙着清理娱乐圈的垃圾。 虽然不知道最终的战局情况会怎样,但是网上一编导的都在支持他们的正义行为。 虽说事件起因是当年的电影、手机,但是冯小刚给人的感觉就是。 您知道所谓开的玩笑过了,心想能出名能挣钱,和不将错就错,先把钱挣了再说是无心之师。 钱挣了再坚持原则,无限循环是挺让人浓语的。 崔永元6月2日曝光玛大小合同涉嫌偷税漏税触犯刑法的涉案金额。 不少网友怀疑,崔永元一定要搬到范冰冰吗? 6月2日下午,袁立连发4条微博,表示支持崔永元,其中一条牵扯到了范冰冰是否会因为次次事件进牢房的问题。 有网友就说,如果崔永元能把范冰冰冰弄到牢房吗?简直是民族英雄。 袁立连发并回应说,这个事件中的另一群男人一直躲在一个女人背后,让一个女子挡住了一群男人。 我倒是很同情小范。 合同的另一方呢?应该带扣带缴缴了吗?合同里体现的是服务费。什么叫服务费不就是把钱拆开吗? 上市公司年报哪家会计事务所做的? 一语道破真相,难怪范冰冰遭殃,其实是被当枪使了。 冯小刚,刘振云躲在了一个女人背后,而范冰冰成了给他们挡抢的炮灰。 你以为是琴瑟琵琶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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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其实不过? 吃昧云朮 designer王良鬼鬼饭鞭。 这件事情从开始到现在闹了那么久 当事人奴役人敢发声 还是他们根本不在意这件事情是否会对他们造成影响 又或是他们觉得崔永元自己闹够了就会自然而然散场 他们可以心安立得的接着挣钱 娱乐圈的水究竟深到了何种地步 相关部门为何至今都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而袁立和崔永元就是这样的直白 他们敢发大众媒体都不敢说的一些东西 即使是错的也是值得肯定的 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对娱乐圈屈之弱目 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虽然他采取的手段并不可取 可娱乐圈的真实情况就是应该有人来揭露 对于这样的情况 不少网友表示 敬佩您和小崔的勇气 这个社会太需要这样的正能量了 国家要好好查查娱乐圈了 把民风全带坏了 是个年轻人就想住出名赚钱 不择手段 放眼整个娱乐圈 确实问题一堆 不是偷税漏税 就是交易肮脏 拿住高额的片酬 炫耀住自己的辛苦 是时不时的走各红坦 不各关注 娱点钱维护着自己的善良形象 其实内心早已龌龊不堪 娱乐圈确实该整顿一番了 这件事情你怎么看